这款单半的四叶草小戒指 所要用到的材料 就是四毫米的灵珠 加两毫米的灵珠 然后我选的是 深红色的四毫米的灵珠 还有灌银的两毫米的灵珠 下面我们就开始制作这款小戒指 那我们做每一个款式之前 大家都要注意了 就是一个款式 欧美灵珠视频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一个款式 包括我们前面给大家展示的 四周圈的这个手链 它都是有一个小单位小单位组成的 那我们以后做 不管是做复杂款还是简单款的 都要把那一个款式的一个小单位研究透了 那么我们重复这个小单位的制作 就可以完成一款米珠手链 米珠项链 米珠戒指的制作 那么我们这一款四叶草的单半小戒指 它的一个基础单位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制作这个小单位了 我们首先串两颗零珠 再加三颗米珠 两颗零珠三颗米珠 然后我们做一个回针 回针前面那节课也有讲过 那我们现在再演示一下 就是从我们穿过的这个珠子的第一颗 从它这边出现的反方向穿过去 那我们这个四毫米的零珠 就是第一颗珠子 我们就从这边穿过去 然后拉紧一下 我串一下脚 我放在这里串一下脚 给大家讲解一下一个 这个小单位 一颗零珠 三颗米珠 一颗零珠 这个就是一个四叶草的一个小单位了 那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零珠因为它的这个角比较锋利 所以这个线可以在零珠里面 就是重复的要个一到两圈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线的走向 继续在这个珠子里面走一次 然后我们应该选取一颗共用的珠子 来作为跟下一半四叶草共用的一个 共用珠 那我们可以选取这一颗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两半三半四半就组成了一个四叶草 那我们从这里 以这颗为共用珠子 以这颗为共用珠子 我们穿过这一颗 然后我们继续做下一个单元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单元是有一颗零珠 三颗米珠一颗零珠组成 那我们这一颗既然作为共用珠子 那我们这边只要加入三颗米珠 一颗零珠就可以组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穿入三颗米珠 再加一颗零珠 因为这颗是作为第一颗共用珠子 所以我们做回针的时候就从第一颗走线的反方向 对面这里 穿过拉紧 好了 第二半四叶草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再回针 加固 然后因为我们下一半就是以这颗为共用珠子 所以我们要穿过这颗共用的珠子 因为这颗珠子我们的线是从这边走出来的对吗 所以我们下一个的一个单位 大家觉得是应该穿一颗零珠还是米珠先 是不是应该从这样子走过来 是不是应该是这颗零珠 像这样子走 走向 比如以这颗零珠为基准 这样子走一圈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先加一颗零珠 再加三颗米珠 这根是第一个共用珠子 这个是出线走线的方向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边穿过来 大家看到了吗 你看第三半四叶草就出来了 那你发现有没有发现 这个外面的三半已经出来了 现在已经有四半中间的这个零珠了 四颗零珠了 那这颗跟这颗 再想一下 如果把它组合起来 把它这样子组合起来 是不是就成了四叶草 所以最后一颗 我们是不是要跟第一颗 第一半 第四半跟第一半 是不是应该要连接起来 才能成为一个四叶草 不然它的走向就是这样子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花瓣就要把 第一半跟第四半这样子 结合起来 那就是这颗公用 跟这颗公用 第一颗 跟最后这颗公用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穿过这颗 最后这颗公用珠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只要加三颗米珠就可以了呀 那我们就穿过三颗米珠 然后从这颗公用珠子 在这边穿过 拉紧 这个公用珠子穿过 拉紧 然后为了加固领珠 我们要从现在压一次起 按原来性的走向再走一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我们来了 那我们怎么做它的戒指环呢 可以从这边一直连 要过对面这一边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手指的大小 就是可以跟 你是想要放在中指呢 还是无名指呢 还是食指呢 就是根据这个大小来穿这个珠子 怎么样 让我们撑来 谢谢 我们下一个